人生在世很容易就年过半百了 当我们过到五十岁 我们要明白为人处世的道理 有几句说话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几句说话会令你大切大悟 第一句就是不要盘算那么多 要顺其自然 因为一个人如果盘算得那么多 想得太多心就很急 你越急就越得不到回报 到头来就一场空的了 五十岁之后 有一种生活的方式叫 顺其自然 是你的始终都是你的 不需要用旁门左道的方法 去拥有一切的 因为对待人生 应该尽自己的能力 就可以按天命 对任何的结果 太然接受 你就顺其自然 就活得心安自在 第二句说话 就是抑制自己 没有这样的必要 奉承巴结也没有这样的必要 家庭和城里 有钱和穷的人 是不能对比的 我们抑制自己 完全没有这样的必要 人到了五十岁 所以我们应该明白到 对于那些指高弃扬的人 你怎样尊重他 他都会对你不洩一顾 不会平等对待你的 所以巴结奉承 有没有这样的需求呢 当然是没有 对待自己 我们应该有自己的人格的力量 应该说我们就说 应该做就做 不需要心虚和畏首畏尾 我们也不要轻易地 被人看不起我们 那我们就会赢得更多 平等的机会 和人对你的尊重 第三句说话 其实是分为几段的 他说人生之中有三项 三样看什么呢 第一是看远一点 第二是看阔一点 第三是看淡一点 先说看远一点 他说人到中年 可能你快要退休 但这些都不是人生的终点 只不过是人生路上的一个逆站 或者可以是另一个起点 人 就算你多老 都要有梦想 有所追求 我们要重新寻找我们的目标 培养我们的兴趣爱好 画画画 写下书法 不止能够徒野性情 都可以令我们保持良好的心态 而且还有一些成就感 当你当它是一个事业来做的时候 你的心情会觉得更加是积极 这个挺好的选择 退休找多些自己的兴趣 所以人过了中年 开始学习 也可以取得成绩 也会有成功感 相信我们自己 也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天空 你会找出自我的人生另一个目标 第二体就是看阔一点 50岁的人 心应该阔一点 因为怎么样 你争过 打拼过 你亦得意过 又亦失意过 当然 豪气化作为宽容 将身上的灵角磨得圆滑一点 看开一点 你的心胸就会宽阔一点 此事是宽容一点 你自然是更健康更快乐一点 人生有病 这是自然的定律 就算有病 积极治疗就算了 没什么值得你过于伤感 或者绝望的 一个人在生活之中 不可能不遇到烦身的事 关键就是 遇到这些烦恼 你怎么把它放下呢? 天下所有的烦恼有两种 一种就是自尋烦恼 一种就是人家制造烦恼给你 如果自尋烦恼的 你经常记住 解决不了问题的 我们吸取了这个教训 下次注意不要再犯 那就行 不需要再继续自尋烦恼 如果是人家制造烦恼给你的时候 完全没有自己的因素而造成 那你就要怎么想呢? 想想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性格 每件事情都有它的原因 每个人也有它背后的故事 如果我们能够逆地而处 在对方的角度来想这个问题 这样来宽解自己 你就容易放下了 你就令到自己的心态 煮一个平和 那你就可以在烦恼之中解脱出来 第三 看得淡一点 淡薄 不是人生没有欲望 属于我的 我会当仁不让 不属于我的 我怎么也不会动心 因为淡薄 是人生一种的心情 一种固守生命本分的态度 胸怀淡薄的人 长寿一点 心平气和 你身体当然健康 所以淡定是固守自己的所得 珍惜自己的幸福 与世无憎 简单又快乐 而第四句 就是相信自己 比依赖别人更加重要 我们做人 必须要有思想 有社会的责任感 相信自己 比依赖别人更加重要 除非你对自己的能力 有所怀疑 当你五十岁的时候 我们要摆正的心态 有机会的时候 就为社会多做点事 没有机会就记住 为自己多做点 即是积累更多的 有型和无型的资本 为以后的无优生活做好准备 我们要知道养老的关键 是要靠自己 不要太依赖你的子女 我们要自己规划 我们退休的生活 自己做决定 这样才能够将生活 过成我们想要的情况 否则 我们就会自困受成 你们认为是吗? 谢谢你们的收听